谈论不同剧情看尽人生百态 大家好 欢迎来到女汉子说电影 女生通常都是十分感性的生物 她们对男友的要求也是很少的 可遇到渣男 她们又该如何自处呢 今天小编就为大家带来一部 男子化身章鱼歌 腿太多容易劈 没事就该剪一剪的搞笑电影 白手起家的刘轩 新拍下了一块地皮 却遭到了其他老板的嘲笑 她们认为这块地皮 根本没有利用的价值 没想到刘轩早就洞察商机 并制造出了超声驱感器 驱感海洋生物 这样就可以把那里填平 赚钱是肯定的了 嘲笑她的老板们一听 立马就求合作 但刘轩也是看人的 于是就选择了 长相漂亮的女强人若兰 突然一个化着糖妆的女孩 珊珊出现在她们的身后 她自称是刘轩的一个仰慕者 还给刘轩留下了电话 刘轩对这种人 当然是不予理睬的 之后珊珊就回到了自己的家 可她却直接钻进了地下室 没想到地下室也有洞天 而且很大 原来她是人鱼族 因为刘轩使用超声驱感器 人鱼族的成员 受到了很大的伤害 而珊珊的目的 就是引诱刘轩 刺激刺杀她 组织这一次刺杀任务的主谋 就是章鱼八哥 珊珊为了接近刘轩 甘愿切开鱼尾穿上鞋子 本以为珊珊的美人计不可能成功 没想到 刘轩竟然因为身份不同 就和若兰吵了一架 生气的她立马给珊珊打电话 约她出来吃饭 于是人鱼族的成员 就早早做好了暗杀准备 却不想来的只有三个小弟 八哥眼见计划就要失败 就给珊珊送来了刺杀的武器 没想到她的腿太多了 一下子就劈出了好几条 还被小弟们给踩得疼痛不堪 要我看啊 全部拿出来剪掉不就好了吗 很快珊珊就来到了刘轩的公司 当她拿出海胆 想要攻击刘轩的时候 却每次都被她轻易逃脱 但珊珊并不放弃 结果被虐得人不人鬼不鬼的 最后还说出了一句很雷人的话 刘轩本来就是气若兰的 根本没有约她的打算 这时若兰出现 刘轩这才带着珊珊出去 没想到刘轩在吃了街边的叫花鸡后 竟然泪流满面 只因这种味道 让她想起了自己的父亲 这让珊珊看到了刘轩的善良 于是跟她一起唱了一首歌 之后两人也算是正式认识了 当刘轩送珊珊回家时 她还牵起了珊珊的手 而八哥他们已经接到了消息 做好了暗杀的准备 却不想珊珊临时退缩 赶忙关上了房门 生气的八哥只能以后再找机会了 于是当刘轩约珊珊吃饭的时候 八哥也出现在了餐厅 可她的腿太多了 为了不引起怀疑 她只能忍痛 让助手把她的腿肩炸闷顿 无法忍受的她口涂墨水逃跑了 这时刘轩竟然送给珊珊 一颗鸽子弹转戒 珊珊感动地说出了实情 可刘轩根本不当一回事 还坚持要娶她 一次次的接触 让珊珊对刘轩产生了好感 就在大家商量如何杀掉刘轩时 她竟突然闯进了珊珊的家 正好看到了人鱼族的存在 就这样 她被八哥用章鱼腿给锁了猴 危急时刻 珊珊砍掉了八哥的腿 才让刘轩逃走 之后她跑到警局报警 可这些鬼话 警察怎么可能会相信呢 珊珊眼看仇人被放走 就想举刀自杀 没想到被组长给救了 因为善良就是人鱼的本性啊 回到公司的刘轩 在网上搜索了很多关于海洋的信息 感觉到问题的她 自己也感受了超生气的威力 没想到这种危害 竟然不是人能承受的 更别说是生物了 于是就让人关掉了超生气 为了增加说服力 她把人鱼的事情告诉了若兰 没想到 若兰早就在研究人鱼 可只找到了两条死人鱼 开心的她 带着武装力量 对人鱼进行了大屠杀 虽然族长有控水术 但也有些老年痴呆 当他们知道超声波被关闭后 就逃进了海里 但若兰根本就不肯放过他们 对着海里就发射鱼雷 最后 珊珊被炸上了岸 危急时刻 刘轩穿着飞行器 从天而降 冒着被若兰 射死了危险 把奄奄一袭的珊珊 送进了海洋 之后 若兰被警察抓走 刘轩也把所有的钱 捐给了环保机构 当她接受采访的时候 还把自己的妻子 介绍给了记者 而她 正是美人鱼 珊珊 从此 海洋生物有了西西之地 刘轩也有事没事 就到海洋深处 观看美景 故事到这儿也就结束了 在恋爱中 很多女孩 会被男生的甜言蜜语所蒙蔽 但凡是留个心眼 就能发现 身边的她是不是个渣男了 感谢收看本期的视频 喜欢的不要忘记 关注转发哦